Hello 大家好 我是您的數位教練 蔡晨信 蔡教練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是DOIO這個16鍵的客製化小鍵盤 它的型號是KB16-01 然後使用的軟體 如果你要做客製化的話 用的軟體是VIA 然後打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上面會有四個選單 Configure 然後Key Tester Design 還有Setting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一直在出現Searching for Devices 但是我的小鍵盤已經放上去了 那怎麼辦呢 回到第三個選單Design這邊 然後我們的軟體 解壓縮之後裡面會有好幾個檔案 然後點這個Load 然後去找這個Json的KB16-01VIAImport Profile.json的檔案 把它打開 然後就會出現我們的小鍵盤了 然後小鍵盤這邊的話 回到我們Configure這邊 就可以出現我們的客製化小鍵盤的內容了喔 那這邊有Layer 01234 那對應鍵盤 真實鍵盤上面是1234 意思就是會有四種不同的鍵盤的配置 你可以選擇 然後我這邊我要選到1的部分 然後這邊的話 左邊這邊一般我們要設定的下面會有所有的 就是一樣的 我們鍵盤上面的配置 你只要一點的話 就可以跑到上面去 比如說這個是 如果你不要的話 就把按到超音角形這邊 然後假設這個 我們要設定為Best Space 我們找到下面有Best Space 把它點下去 然後把它上面就可以有這個功能喔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主要設定這三個鍵 作為做範例 然後第三個這個是Space 然後再來就是 那左邊的 左下角的M0是怎麼設定的呢 在左邊這個選單裡面有個Micros 然後Micros這邊有M0到M15 所以你可以有所謂的這個組合鍵的話 就是在這邊設定 那我們這邊設定M0 因為我們是要在Final Cut Pro裡面做剪接 常使用的快速鍵就是Command B 那Command B怎麼做出來呢 這邊是一個大括號 然後Cache底線 然後這邊LG 然後就是左邊Windows 這個就是蘋果上面的Command的代號 然後還有Command B 這邊就是有找到B 然後最後把它用大括號把它刮起來 這邊按Save就可以了喔 然後回到我們KeyMap 這邊的話 只要去選那個Marco 然後選M0 這樣就完成了簡單的測試 最後記得要按存檔喔 Save and Load 然後選擇一個名稱 然後把它按儲存 就可以了喔 以上是我們 D O I O KB 16-01 這個16鍵的 客製化小鍵盤呢 簡單介紹 我是蔡教練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